主席 麻烦请管主委 请主委 立委员好 主委好 今天我们讨论自由经济示范区 本席希望用放大格局积极推动 来跟主委互相勉励 事实上我们知道 台湾是以出口为导向的潜洁性的经济体 从2002年我们加入WTO之后 因为WTO的谈判牵涉的问题很多 所以我们看到各国家是透过区域整合 或者是FTA的方式 来达到竞争力的情形 我们看台湾 我念到了一个文章 它上面提到 以现在目前各国的FTA的覆盖率 上面来看的话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上面 做出来的台湾的进出口的percentage 占0.1 南韩我们主要的竞争国34% 新加坡也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竞争的 是62.7% 日本中国大陆我就不去提它了 以这样子FTA的一个覆盖率的一个情况来讲 那我们怎么跟这些的一个国家竞争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 其实我是蛮赞同就是说 我们能够做一个比较具体的规划 能够提升台湾的这个竞争力 从这一点上面来讲 其实是本席其实蛮认同 可是呢 对于实际上面的做法 我觉得我们有概念 我们应该去讲说 我们具体上面的做法 是什么样的一个做法 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 为什么本席也很赞成的原因 是从这个历史的数据上面来看 我们看到这个外人直接投资啊 我们第二张powerpoint上面有一个chart 我们看到就是从2011年drop之后 2012年pick up的很快的一个情形呢 看起来应该是我们当初的这个 台商回流的这些的这个 encourage的方案造成的 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 往上的pick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呢 能够持续的稳定下来 那么以目前来看 我们在讲说台湾的这个经济的政策 看起来好像除了自由经济示范区之外 好像没有看到其他的其他特别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针啊 所以从这个上面的数据上面来看的时候 看起来我觉得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呢 主委我们一定要让他沉 不能够让他败 不能够让像他像前前面刚才委员提到说 是一个自杀的呃经济示范区 一定要让他变成是一个自由经济示范区哦 可是这一点上面来讲 其实本席想请教主委的是啊 本席一直认为啊 自由经济示范区只是一个 我们营造台湾的一个很友好的一个投资条件 来吸引外商也好 台商也好 不都不不计 只要吸引他们来台湾投资的只是一个方案而已 他并不应该是我们的全面啊 那当然透过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 本席在总咨询的时候也提到 我们让台湾显示 对全球显示 我们台湾事实上是有开放自由化 这样的一个趋势 也透过这样子来准备 FTA也好或者是TPP哦 可在您的报告里面呢 因为你提到了 就是说呃 我们要能够透过自由经济示范区呢 能够让加强一些的这个国际的合作 可是平安讲我 我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措施 能够加强这个国际合作了 那我们以目前呢 目前的我看到这个规划上面来看的话 呃 我想问的是 我们提了这么多的这个自由经济示范区 刚才委员 刚才其他的委员也问了 我想问的是说 主委您刚刚有提到你有去拜访很多的这个企业家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们在媒体上面都没有看到 企业界对于自由经济示范区有非常exciting的comments 反而我们看到这个长荣啊 觉得就是好像我们的自由经济示范区 基本上他会他他会不成 所以 对于长荣的这个comment啊 那我就要请教一下 就是说 我们现在讲的五海一空啊 对不对 五个五海一空嘛 航空城的部分 这个部分究竟啊 我们实际上面的target是说 我们透过这五海一空啊 是要把台湾的 因为我们刚前面讲台湾是出口导向嘛 是要把台湾的货物呢 透过这五海一空出去而已 还是是说 这个cover了 这个国际的货物会拉到我们这五海一空来转运 否则的话 重点是后面 是转运的一个部分嘛 加持 还有加工 蛤 加持跟加工 OK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 透过这个 我们刚刚讲说 你不是只有现在台湾的出口而已嘛 你还包括了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就不要讲远的 我们单纯讲 中国大陆的货啊 中国大陆的货 现在就是黄河的部分 它是 它是往釜山 它去做一个转运港嘛 对不对 那以 长江流域 理论上来讲 应该离我们 台湾应该离高雄比较近啊 那为什么我们在提到 刚才主委你提到 其实很重要 就是说我们这个五海一空的目的呢 是要 不是只有现在台湾的货物 事实上 我们是希望全球的货物 能够透过台湾 这个来拉出去 它才能够让你充实 才会变成就是 像这个 其他的这个企业界 像长榮啊 或者其他的这个企业提到说 欸你将来变成一个文子港 甚至 甚至就是刚才有委员提到说 你是一个自杀的计划 你是一个空的 你没有蛋黄 你没有等等 这些的 negative的这个comment 主委 我们怎么样子做 比如说 简单来讲 我们先不提其他的 我们在规划的时候 单纯的从中国大陆 他与其到釜山去 长江流域的 或拉到釜山去 从距离上面来讲 就不make sense啊 逻辑上面就不通啊 他为什么不能够拉到 我们高雄来 到底以前面临了什么样的困难 以今天来讲 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一个计划 什么样的规划 能够让这些的 我们先不提别的国家 单纯的中国大陆的 残江流域的这个货 能够透过我们的这个 五港一空来转运 主委 这上面 我想关键是说 不管他是到釜山 或是到台湾 他来做什么 你要转运呢 我现在问的很简单 我就说到台湾他一定要 你要提供某些功能 先不要 先不要讲别的 先不要讲 我们先不要把那个理想 那个柄不要画太大 我觉得最务实的就是说 你能够做到多少 immediately马上做 那主委 我其实想要请问的说 我们对于 我刚刚是举个例啦 我刚刚是举个例 长江流域的货 拉到 不要去釜山 到台湾来 我们因为他离 我们近嘛 理论上来讲 就算我们没有provide 任何的service 以台湾来一个 当成一个转运的地方 对中国大陆来讲 也是方便的啊 他从 他从他的这个cost上面来讲 成本上面也是方便 我们经建会 有没有曾经规划过 主委 规划过什么 什么样子让你的五海一空 关键是我们的提供什么功能 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 不是主委 我们遇到做什么事情 他不会 你不能够问我说 不能够问我说 他不会没事跑到我们台湾来转运 不会 对 你讲到重点 我问的问题是 就是说 你有没有去promote 让中国大陆的长江流域的货 能够到台湾来 有还是没有 呃 promote是说我要去大陆promote吗 不是主委 你有点耍嘴皮子 不是我真的不在独立的意思 我简单来讲我换个例子讲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新加坡的情形 我们看新加坡情形 本来我是在这后面讲的啦 新加坡呢 的单一窗口 那个本席事实上就一直在鼓励 就是政府要用单一的窗口 来运作 我们看一下主委 您知道新加坡不仅仅用单一窗口 他的投资的部分呢 他过他的金发局啊 金发局 他透过他的金发局 他是非常主动 非常积极的在promote耶 主委 你觉得我刚才要求你 对于中国大陆的部分去promote 你觉得不屑一顾 我告诉你 我没有说不屑一顾 金加坡的一个经验 他的金发局 我先主委你不要打擦 主委你不要打擦 主委不要打擦好不好 因为你该回答的时候 你不应该silence 那现在我在讲的时候 新加坡的金发局 我们知道实际上面 TI啊 德宜啊 德州仪器 当初他们是要到台湾来投资的 可是刚好金发局的官员 跟德州仪器的总裁 他刚好在飞机上 所以他就跟他讲说 到新加坡来看一看吧 结果呢 TI的总裁呢 他就到了新加坡去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之后呢 然后金发局员非常aggressive 他跟他讲说 我们也可以拜访你 德州仪器的总部 纽约的总部 然后因为这样子关系 所以原来德 德州仪器是要到台湾投资的 结果他到哪里投资 他到新加坡投资 第二个 菲利普的案子也是一样 原来菲利普也是选定在台湾投资的 可是呢 因为刚好菲利普他的私人飞机 他在飞的时候 他要到香港 他有个技术性的事情 所以 新加坡的金发局的官员 趁他的那段时间就告诉他说 欸 带他 因为他一定要在那边有一个 有一个小的那个period 所以带着他去参观一下那个环境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他就把那个菲利普的投资呢 他就抓到新加坡去 所以以台湾来讲 我们调了两个重大的案件 其他的例子我就不再举 那重点是在哪里 重点是在于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够aggressive 主委到目前为止 你没有回答我 我只有单纯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例子 就讲说我们的五海一空 或从哪里来 你有没有做任何的规划 有最近的从中国大陆的部分 对他来讲 先不要谈你的大理想 先不要谈说 我们可以帮对方做什么 先不要谈那个 单纯的来讲 你去买一个衣服 只要便宜 就算你没有附加价值 我还是会来啊 那我的问题是说 到底我们今天会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在我们部会当中 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去吸引 让货能够到台湾来 让蛋黄能够在我们的五海一空 让这个五海一空 不会被批判为 他是虚的 不会被批判为 他是一个自杀示范区 主委 像我们现在做了最重要的第一个工作 就是在把自贸港区的许多工作 可以让他再升级 让他变成一个更能够吸引各国货物来的地方 现有还碰到许多的瓶颈 我们都希望在第一阶段就能够突破 你要怎么样突破 以目前来看的话 在官物上面 我们在整个区域系统上面 不要把那个东西推到法令上面来讲 因为自由贸易港区的设置条例是现有的 但还是有很多限制 实务上还有限制 你没有其他的一个限制 你其实我要问的另外一个问题 可能麻烦你会后 因为我的时间到 所以自由经济示范区 我们今天跟自由贸易港区 它的差异性在哪里 我没看到 还有当初在总质询的时候 你曾经承诺专法 专法的部分要很快的出来 到目前为止 我也没看到自由经济示范区的一个专法 所以拜托主委再会后 那九月会提到立法院 好 感谢